当地时间4月16号上午10点,巴黎消防部门宣布,巴黎圣母院大火已被扑灭,1000平方米屋顶化成灰烬,巴黎圣母院双塔主体结构得以保存,目前的任务是对保存下来的建筑进行全面检查。 16号上午,记者探访大火过后的巴黎圣母院,发现通向西戴岛的桥全部被封锁,人群聚集在塞纳河左岸。 当地时间4月15号下午6点50分,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,火势从正在修缮的教堂顶部开始蔓延,逐渐扩散至除双塔之外的整个教堂屋顶。 火星发生后,巴黎警方封锁了圣母院所在的西戴岛临近的塞纳河两岸区域,而据法国媒体报道称,此次巴黎圣母院失火原因, 可能与修缮工程有关,具体情况还有待调查。 万幸的是,早在4月11号,巴黎圣母院屋顶的十多尊雕像就已被吊桩取下,并被送往相关部门进行修复,巴黎圣母院内的许多圣器和物品也在火星发生之后被及时转移。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施火现场说道,巴黎圣母院是见证法兰西的历史、文化和思想的伟大所在,马克龙号召全法国人民共同重建巴黎圣母院。 据悉,法国政府将在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网站上开通募捐通道,所有参与募捐的法国税务民众将得到相应的税收减免。